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央视为赵丽颖发声 36岁,她迈向崭新人生道路 从85花到实力派女演员的华丽蜕变赵丽颖,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她的演绎生涯宛如一幅绚烂画卷 从过去的85花代表到如今被受认可的实力派女演员 这个转变的过程令人瞩目,充满心酸和努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剖析赵丽颖脱离与85花的关系 探讨她成为实力派演员的过程,以及她在演绎道路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实力派的崛起赵丽颖的演绎生涯起步于85花时期,一度被官艺花旦标签 然而,她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和对演绎事业的执着 逐渐脱离了过去的流量标签,展现出实力派女演员的独特光芒 这一转变并非意识,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努力 赵丽颖通过不断挑战自己,力求更高的表演水平,成功地打破了外界对她的刻板印象 实力的代表之作在赵丽颖的演绎生涯中,第二十条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部影片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更是凸显了赵丽颖精湛的演技 通过出色的表演,她引起了观众和导演的震撼,赢得了整个行业的认可 这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肯定,也是实力派演员崛起的助角 在影片中,赵丽颖展现出深情细腻的表演,成功地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让人刮目相看 智慧的表现赵丽颖在角色选择上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她不再被流量牵制,而是更加注重作品的品质和深度 通过敢于挑战有难度的角色,她在不同类型的影视剧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表现 张艺谋导演对赵丽颖的高度评价更是为实力派演员树立了新的标杆 打破了流量演员的刻板印象 导演眼中的她不再是只有外貌的明星,而是拥有深厚演技的表演者 演绎与时尚的完美结合赵丽颖不仅在演技上获得认可,还成功赢得了时尚界的支持 通过与浪琴六年的合作,她展现了对时尚的敏锐嗅觉和独特品味 这不仅使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也为她的演绎生涯注入了时尚的元素 她的曲折经历展现了一个女演员在事业上的坚持和追求 为时尚与演绎的完美结合树立了榜样 赵丽颖的演技突破,使她逐渐涉足不同类型的影视剧 展现了更多的可塑性,走向了多元化发展 她成功地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广泛表现力 近两年来,她在作品中成功塑造了多个引人注目的角色 赢得观众和导演的好评 这种角色转型不仅为她的演艺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她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赵丽颖在事业上展现出明智的规划和智慧的决策 她注重演技的提升,不轻易参与综艺等争夺镜头的场合 展现了职业的专业态度 她的职业决策充满智慧,使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以第20条的首映李维尹,我们可以展望赵丽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 她将如何应对新的挑战,继续追求卓越,引发了读者对她未来的期待 期待更多精彩赵丽颖的演艺之路正在不断生化 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流量明星,而是娱乐圈中被受瞩目的实力派女演员 期待她在未来的演艺之路上创造更多的精彩,继续挑战自己,为观众呈现更多令人难忘的角色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获得真正的认可和成功 让我们一同期待赵丽颖在未来的征程中,绽放更为绚烂的光芒 赵丽颖的36岁,宛如一场华丽的转身,央视的发声更是为这位娱乐圈女神的新旅程天上一抹璀璨的色彩 明镜的肯定言论不仅点亮了赵丽颖的未来,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热议 在这个新的人生篇章里,赵丽颖展现出了更为成熟和多面的一面,成为娱乐圈的新焦点 央视的支持更是为赵丽颖的新道路披上了一层荣耀的外衣,彰显了她在行业中的重要地位 36岁并非是终点,而是赵丽颖踏入了崭新人生的起点,散发出更加独特而璀璨的光芒 观众们对她的期待也因此而愈发高涨,期待着见证她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更多的成就 这一次的宁静言论以及央视的发声,都让赵丽颖的新篇章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她的经验和实力,将在这个新的人生阶段中迸发出更为夺目的光芒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惊喜 愿赵丽颖在新的人生旅途中继续前行 创造属于她自己的辉煌传奇,月华娱乐股价急跌78% 解禁期临近,王一博能否扭转颓势 上市刚要满一周年的月华娱乐股票代码为 02306股价遭遇重挫 周二,月华娱乐开盘后,股价大幅跳水,跌幅高达76% 截至收盘,公司股价为1.27港元,市值为11亿港元 月华娱乐还有两天才到解禁期 而还未到解禁期,一天1.59亿港元的成交量 就把月华娱乐的股价给砸趴下 港股对大部分上市企业来说并不友好,基本没有成交量 不少业内人士感叹,港股真是一点流动性也没有 深度绑定王一博 月华娱乐主要从事艺人管理 业务包括艺人培训,艺人运营和艺人宣传整个艺人管理生命周期 并将业务拓展至音乐IP制作及运营,集饭娱乐业务 月华娱乐的签约艺人在多项制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如剧及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风起洛阳及兵球少年 电影革命者,建军大业及建党伟业,及综艺节目者 旧事街舞及极限青春 韩庚,王一博,孟美琪,范诚诚,黄明浩,吴轩宜均为月华娱乐签约艺人 月华娱乐旗下当前最知名的艺人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因出演陈晴岭而出名,此后,又出演了风起洛阳 月华娱乐提及的排名第一艺人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2022年前9个月给月华娱乐贡献的营收达4.42亿 可谓是艺人养活整个月华娱乐 月华娱乐2022年前9个月经调整利润2-3亿 月华娱乐2023年上半年营收为3.64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4.88亿元下降25.2% 其中,最核心的收入来源为艺人管理收入,为3.19亿元 占营收比例为87.6% 较上年同期的收入下降26.6% 月华娱乐2023年上半年期内亏损为1.76亿元 上年同期为9273万元 经调整利润为4989万元 上年同期的经调整利润为1.69亿元 月华娱乐深度绑定了艺人王一博 月华娱乐此番大跌后 有王有衬,王一博连12亿也不值 字节跳动,阿里与CMC是股东 月华娱乐的股东包括字节跳动,阿里等 其中,月华娱乐增于2021年7月 接受来自CMCINC,阿里影业,字节跳动等的投资 月华娱乐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杜华持股为50.18%,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孙一丁持股为3.31% 杜华女士及孙一丁作为配偶同居,一共控制约53.49%权益 此前,乘风破浪的姐姐节节目的火热,不仅让张玉起,金晨又火了一把,也让杜华备受关注 杜华在节目中扮演的角色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中的女团特工,给女团成员指导,点评 孙一丁增是瑞斯教育CEO,还增在国美电器多年 当然,杜华的儿子姓赵,应该不是孙一丁的儿子 月华娱乐最初计划2022年9月7日上市,这之前,月华娱乐通过上市聆讯 计划全球发售1.33亿股股份,发行价格区间为每股6.8港元至8.5港元 但此后,月华娱乐推迟了上市 最终,月华娱乐是2023年1月19日在港交所上市 募资净额为3.91亿港元 IPO前,华人文化CMC持股为14.25%,东洋阿里巴巴营业 通过INTERFORM抗STRUCTION持股为14.25%,韩庚持股为2.35%,王欢持股为4.77%,空中网联合创始人杨宁持股为0.95%,盛时信托持股为3.67%,方舟信托持股为1.33%,量子跃动通过AFFLATUS持股为4.74%, 月华娱乐上市时,以发行价来看,公司的估值出现了腰斩 当时,月华娱乐开盘价为5.6港元,较发行价上涨37.3%,公司市值约50亿港元 此番的下跌,也意味着月华娱乐市值较上市时缩水78% 在此刻,月华娱乐的股价急速暴跌78%,解近期的临近使得市场陷入一片焦虑之中 对于这一局势,王一博作为公司的象征性人物,也难逃市场的波及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让我们深刻思考着投资者们的困境,以及公司未来的走向 首先,解近期的到来似乎成为月华娱乐股价暴跌的导火索 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的表现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王一博所代表的公司形象 公司的股价下跌不仅仅是数字的损失,更是投资者信心的一次巨大打击 然而,面对这一困境,我们不能忽视王一博作为公司的领军人物所展现的稳定与坚定 解近期固然带来了挑战,但也是公司逐渐蜕变和成长的过程 我们期待着王一博能够与团队共同努力,通过战略调整和市场沟通 重振公司的信心,带领大家共度难关 此外,投资市场始终充满波动,解近期带来的震荡可能只是短期的 公司和王一博需要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来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 透过风域,或许会发现新的商机和机遇,让公司更好的迈向未来 最后,我们要呼吁投资者保持理性,对于市场波动保持冷静 股价的波动并不一定代表公司整体实力的改变 而是市场对于解禁消息的短期反应 希望投资者们能够坚定信心,相信公司和王一博能够在逆境中迎难而上 开创更为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一博及月华娱乐需要所有人的支持与理解 只有共同携手,共克时间,才能够化解危机,走向更加繁荣的明天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欢迎订阅